大家就会慢慢疏远 因为大家会发现到 诶 你越来越不了解我 可是如果一直有沟通 一直都懂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长久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长距离还要看 究竟是驾车的距离呢 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才到 或者是要坐飞机的距离 对对对对对对对 相信坐飞机的距离比较难 超难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有真爱的话 是OK的这些都可以闯关 所以如果给Kelly来说 只要自己很坚定就可以了 对啊我觉得 当然这是要两方面 要一起很坚定 那你自己会不会接受 就是如果你刚刚跟他开始了 可是之后他说要飞去外国很远 那你会不会接受说我们继续努力 还是就不如分开算了 我觉得当时要看当时的状况 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在一起 然后我一定会跟他讨论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做分开 这样你有你的自由 那我也有我的 可是当然我们还是保持联络的 就是那种 但是要看那个感情的深度 到哪里 对啊我觉得要看感情的深度 嗯 那Dashree呢 我有看过有成功的例子 还有看过失败的 那成功的例子分开多久 嗯那就是我的舅舅吧 就在 对一个是在新加坡 一个是在Scotland 对然后那时候是还蛮久的 因为我舅舅那个年代嘛 都是写信的那种年代 对哦 而且他是去差不多两三年吧 而且完全没有电脑 对啊 没有的email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棒 嗯 然后三年还是什么的时候 就是毕业的时候 我的那个舅母 嗯 对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现在已经是舅母了 对现在已经舅母了 对他就飞过去 呃 跟他庆祝那个他的graduation 嗯 对然后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就马上结婚 哦 我觉得超幸福的 对对对 他们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其实经历了那么困难的时候呢 以后就会很幸福 对 嗯 那Dashry自己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 嗯 我失败过一次 哈哈哈哈 对 其实为期多久 嗯 差不多有一年吧 一年哦 对 嗯 对其实 嗯 因为那时候我就 就刚工作啊 就刚进来这一行工作 就 有一点太过忙碌的那种感觉 而且都自己都已经蛮不适应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就在美国啊 嗯 对 嗯 就可能 对真的很远 然后 呃 我们都已经差不多说到 没有东西要说 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可以再方便 因为你也刚刚开始 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沟通 对对 对 然后就觉得真的 对两方面都很不公平 嗯 对 那如果再有新的 你会不会再试呢 如果也是有这样子的情报 我们应该会很害怕吧 对 对哦 完全好像感觉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对 我相信是有成功的例子 可是很难啦 那个发信率很低 嗯 而且真的是要靠一个人 呃很坚定的 那个意念 还有你的毅力 到底去到哪里 嗯 对 你两个都在一起 嗯 嗯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难 那我们网上呢 有很多朋友都说 呃其实成功不成功呢 那是要看个人的性格的 嗯 就是看一看那个人 能不能够忍受 就是你 你们所说的咯 看得到碰不到 对 嗯 有些人很喜欢说 一定要身边 有一个人在身边 就是呃 有事情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安慰一下 高兴的时候 可以立刻分享的 对 不会再那么远 嗯 而且我觉得呃 呃两方面都要很放得开 嗯 对 因为两方面都看不到 彼此在做什么东西 嗯 所以要很信任对方说 对对对对 呃无论他说什么 你都要很很放开的 信任他 嗯 如果一直疑神疑鬼的 对对就很辛苦 就是他不相信你 就是怀疑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会怀疑他在那里 对啊 好累吧 好难欸 很辛苦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有另外一位歌手的出现 诶 他也是跟你们一起 出席在 呃七二全球好live音乐派对上的林佑嘉 耶 耶 之前没有看过他对不对 嗯 我在台湾有看到他 哦 因为我们有同台演出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 新年的时候 嗯 那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诶 我们没有聊天欸 可是看他的感觉应该是 那种可爱的吧 嗯 可爱 对对对 就是那种搞怪的那种男生吧 嗯 感觉上 在电视机上 看到他真的是那种搞怪的男生 嗯 都是听过 通过星光大道看到路的 对对对对 嗯 那这次就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跟他聊一聊 嗯 OK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林佑嘉的这首主打歌 叫做神秘嘉宾 那稍后他的歌曲之后呢 就会有他的音乐特辑 嗯 继续的留守有声留色的958 958 958咖啡饼干厂 我是小佳 现场呢 还是依然有DASRI 陈世丽跟Kelly 潘加丽丽丽 耶耶 嗨嗨嗨 那已经来到最后的时间了 对对对 那就让你再呼吁一下吧 今晚 将会有一个活动 要邀请你一起出行 对今晚就是Kelly 的show case了 然后 是 会一起表演 对对 然后会在台湾的USJ的station1 在今晚8点半 嗯 那除了今天晚上 可以看到两位之外呢 我们还会去712 对 712的那个 9.8全球好Live音乐派对 那两位呢 就会出现在槟城了 而且Kelly 这一次是第一次去到槟城了 对对对 所以槟城的朋友呢 就要好好地欢迎一下 召叹一下 很期待 好 那就非常期待 你们两位的演出 继续的加油 谢谢 谢谢 謝謝小夏 好 slack 谢谢 每一位下到九道八咖啡饼干茶 谢谢